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把蝴蝶和鲜克莱组成一个小品 首先把毛笔,小提兜笔,蘸白颜色,蘸到笔根处 不要太稠稀了,可以往下滴 然后我们用这个BB水 调出薯红,然后在盘子里转着笔条 把它调到笔度后面 调薯红,往后调 闭闭水,你觉得这个笔里面有水你就稍微闭一下 然后我们再调,笔将上再来点薯红 把毛笔开始递起来了 好,我们再调 这个调颜色真的是很关键的 因为我们的毛笔也比较特殊 我们把毛笔调出来的颜色是由深到浅 我们现在开始看我们的画面 再画一下鲜克莱 这边画几个 把它这个笔尖弄好 不能让它跑 离我们近的这个鲜克莱 先画离我们近的 这是一个离我们最近的花苞 一个花瓣,再来一个 画得稍微自然一点,不要太规矩了 先看来那是五瓣花 五瓣花 好,我们这是三瓣了 后面再来一点 把笔尖扁了以后再蘸一样 给它避一避 光蘸笔尖就行 后面可以来一点 该用笔度用笔度 该用笔尾用笔尾画 这个给它开一下 笔尖有没有了 再来一点 给它开开 给它开开 用笔度画到下面用笔度画 好,这是一个鲜克莱画好了 我们再画一朵 可以补充点白颜色 到笔根处补充 画第二个时候我们再调 鼠红调到转着笔条 毛笔是圆的 我们要转着笔条 然后笔尖立起来 调的时候立起来 好,再看啊 我们看这个是在这一块 我们往上画一个 往上再画一个 或者是往这边画都可以 我们这边再画一个小一点 笔度下面 花瓣根处要用笔度笔尾画 这是三个了 三个了 那么我们不要都给它画成五瓣的 我们这可能有可能会挡着了 挡着了我们用笔根给它揣过来 这个花瓣可以我来这儿来一个 这儿来一个 好,这是两朵 两个先刻来画好了 那么再画的花苞 我们知道先刻来的花苞 是头冲下的 我们把花苞给它画出来 上面画几个蝴蝶 花苞我们从这儿画 在这儿画的花苞 在这儿画的花苞 花苞呢 头冲下 开开以后 它的花瓣就冲上了 花苞可以稍微重一点 三个 那三个都行了 那我们下面画叶子 叶子我们换个大笔也行 画个大笔 毛笔打湿 然后我们挑出这个淡绿色 打湿以后呢 我们避避水 然后呢 我毛笔上可能还有墨 那没关系 我们正好需要点墨 先把这个藤黄花青 藤黄花青啊 花青可以多一点 因为这个叶子要让它老一点 老辣一点 花青可以多一点 先把花青调出来 好调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点这个藤黄 稍来点藤黄哈 然后呢 调到笔度后面 紧张我们把这个笔尖呢 再来点这个花青 然后我们笔笔尖 画的时候呢 再来点淡沫 这样你的颜色特别丰富哈 特别丰富 我们画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可以画点叶子 这边画点叶子啊 画叶子的时候注意到 这是还是圆形的啊 囚状形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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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你的画面 需要去画叶子啊 不一定非得都那么那么规矩化啊 要要根据你的画面需要 哪个需要 哎这边平了你就这边平了 我就这边再来一个叶子 画了画外去 都可以哈 好 这边几个叶子 我们这边再来几个叶子哈 给它呼应一下 不能一般高啊 这个稍微低一点 这边来点 好 这个是画完了 我们就开始画镜 画它的镜 镜呢 还是这个颜色哈 还是这个颜色 稍淡一点 稍淡一点 画镜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用这个中峰形笔 中峰形笔 把这个小花孔 小花孔给它先连起来啊 小花孔先连起来 头垂下了啊 头垂下了 等会这个再来一个小花孔 好 我们这边再来 它们之间也是要要 要有联系的啊 要有联系的 不是说没有联系的啊 其实有很多啊 很多 你看这个 画外还有 你都可以啊 画外还有 不能都是 画里的 有画外 画里 我们再加着这个颜色 画的 把它的花孔给画出来啊 这点可以画出来 头冲下 头冲下 好 那么它的花孔很有意思啊 它的花孔是冲下的花孔啊 这个花孔是冲下面 我们用稍微用点 墨 加点这个 鼠红 墨加鼠红都行啊 墨加鼠红 墨加鼠红 它这个花孔是在 是在下面的 头冲下的啊 好 我们这边是 它的这个花头 花瓣头 花瓣尖 一定要种啊 一定要种 然后我们现在画几个蝴蝶 好 待会我们就是 画几个蝴蝶给这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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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